大家好,我是學良 週四不談表 我們來聊一下另外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筆 這次事實上是我們第三次來聊筆了 之前也介紹過筆的種類 也介紹過一個品牌叫做Montegrappa 這次介紹來自義大利的另外一個品牌叫做Visconti 這個品牌蠻有意思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顏色表現非常的豐富 具有非常強烈的藝術風格 像我手上眼前這十二支筆 它是跟兩位來自荷蘭的藝術大師的作品共同合作 包含右邊這兩款是源自於林布蘭 這個十七世紀巴洛克時期的藝術大師 他把他這個墨色這種蘊染的這種感覺 延伸在他的筆身之中 非常具有古典時期的風格 他的筆也很有意思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筆蓋的設計 他是採用了磁吸式的筆蓋 所以你靠近的時候只要放開 它就會自動吸住 平常要使用的時候也不用旋轉 直接把它拔開就可以了 這算是Visconti這個品牌的一個特色 一個專利 鋼筆的部分 當然也有原子筆等等 另外十二支筆 你看不同顏色的表現 大家可以猜到這是哪一位藝術家嗎? 其實我猜大家看到黃色這支筆的用色 應該就可以猜到七分八分 當然這個是來自於印象派的大師範谷的作品 那我們稍微從左邊開始看起 左邊這個兩支藍色的淺藍色基調的筆 這個藍色其實非常特別 算是泛骨在用色上的一個特色 加上它的筆觸非常的粗獷 這個是來自於泛骨的字畫像 其中藍色的這個款式 那當然一樣有這個鋼筆跟原子筆的兩種的版本 好 第二個部分 這個三支 這個 棕色有帶一點深紅色的感覺 這是來自另外一部作品 這是紅色的葡萄園 紅色葡萄園 黃色的部分呢 則是來自於泛骨的其中的一個名作 就是泛骨的椅子 那這個黃色的用色我個人覺得特別喜歡 因為這種用色本來就非常具有強烈的泛骨的味道 那再加上它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這種墨色暈染的感覺 那每一款筆款 因為它的紋理都不一樣 所以每一支其實都是可以算是獨一無二的藝術珍品 好 那最後一個藍色的部分呢 這比較深藍色的部分 則是來自另外一部作品 這是泛骨晚期跟他最親近的這個佳攝醫生 這副作品 大概把它延伸到這個筆的這些線條設計之中 那這個系列呢 它的定價大概都差不多 就是鋼筆的部分都是8800 那原子筆的部分呢 是差不多7400左右 但是除了這個藝術家的系列之外呢 它還有許多結合了一些高科技特殊材質 一些特別主題的一些作品 像我眼前這一款呢 它的材質非常的特別 它是結合了絲綢纖維跟合成樹脂 所打造的一個筆身 所以整個感覺呢 就好像是這個經過了幾千年 這個時間風化的這個琥珀一樣 質感非常的特別 那它的題材是來自 義大利的銀行家族 叫麥蒂奇 所以也相當具有這種 大富豪的這個風格 那它採用的是這個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這個負壓式的吸墨的系統 那當你要使用的時候呢 先把這個轉開 去拉出後面這個機桶 就可以把墨水 利用空氣壓力把它吸上來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細節特色 就是它的筆尖的部分呢 它是採用了這個23K的這個PT PD 不是PT喔 不是柏晶 是PD D ABCD的D 就是靶晶的部分 靶晶是一個性質非常穩定 非常耐用的一個稀有金屬 不過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它為了呼應這個筆身 上面的這個金環 跟玫瑰金的一些細節 所以它特別把這個筆尖呢 好 原色應該是比較接近銀色的金屬色 不過它特別做了 玫瑰金色的處理 那除了金色的這個版本之外 事實上它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銀色的版本 包含它的這個筆夾筆 筆環等等 細節都是銀色的 好 那這個 這一款筆呢 鋼筆呢 它的定價是在台幣三萬兩千 三萬兩千喔 算是一個非常精品級的 一個收藏的鋼筆 但是比這一款更奢華的還有 就是我手上另外一款 這個是925銀的鋼筆 而且另外一個特色在於說 你可以看到它的筆身呢 它是透明的 它在筆身這個外圍特別做了鏤空 讓你可以一眼就透視它的內部的結構 那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鋼筆它有很多種吸墨的方式 像這一款跟剛剛那個一樣 是利用了負壓式的吸墨的系統 所以呢 你要上 入墨的時候呢 你要先把這個筆 蓋呢先打開 然後呢 把這個筆尖呢 放入這個墨水之中 好那 另外你就把後面這個拉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墨水從筆尖 利用空氣壓力的方式把它吸上來 那因為有透視的關係 所以你就會看到裡面上墨的狀況 隨時掌握裡面墨水的消耗的情況 而且因為筆身做了鏤空 所以在握石上面 其實這個手感也是還蠻特別的 那筆尖的部分跟剛才那款一樣 是採用23K的PD 這個靶巾來打造 那這個也算是 這個品牌Visconti的一個特色 好 那當然這樣的精品 它包含了工藝 包含了特殊的材質 另外補充一下 它上面的這個 這個鏤空的雕刻 這個紋路呢 事實上就是它品牌的logo 就是Visconti的V 它會把它做在這個上面 那因此呢 它材質特殊 題材工藝 都有它的特色 它定價會稍微高貴一點點 台幣是在66500 而且全球之限量只有888支 這是 算是收藏級的一個藝術精品 這兩款都是 那因此呢 這個品牌它不只有藝術家的題材 它也有更高檔的 更有藝術風格的一些 這個精品級的收藏 那對於想要收藏 這個真正的 這個書寫工具的精品的朋友呢 也許這是一個值得認識的品牌 這是今天要跟大家推薦的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要知道 想要看到其他類型的精品呢 也歡迎留言喔 這隨時跟我說 那或者訂閱我的這個 萬表日報 以及我的YouTube頻道 謝謝大家